各位好 我是林珍珍 我今天要跟各位一起研究有关于动词变化 它第一变化否定型的基本款NINE 怎么加NINE这个字来把一个动词表现称为否定 不做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基本款呢 因为在动词变化当中 它最基本的就有六型 对不对 一个否定 那这个否定第一变化否定型 它基本就是加这个NINE 还有什么异量型 还有第二变化连用型 第三变化磁疏型 第四变化连体型 第五变化条件型 第六变化是命令型 其中的否定它的基本款就是加这个NINE 否定它的基本款就是加这个NINE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NINE 不做什么事情 对基本款这个NINE的加的方式 我们一起来研究 那因为它是个基本款 所以在进入动词变化前 我想请各位先了解每个动词 它的主次还有它的变化规则 还有一些专业的术语 什么叫专业术语 譬如说什么叫羽干 什么叫羽味 羽干就是什么汉字 什么叫羽味 羽味就是假名 因为动词变化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什么 羽干不变 羽味变 所以我想请大家说先了解这一点 关于这一点大家要先了解用言是哪三个词类 也就是动词 形容词跟形容动词 这三种是会变的 它就叫用言 不会变的叫什么 体言 像名词代名词 数词这种字长的怎么样 它就怎么样 它是不会变的 这些的话 大家可以重新去复习我2017年5月7号所call出去的新日简五级过关密集的NP3 至于说变化还有它组织跟变化这些大家可以参阅我日文动词变化 有Part1、Part2、Part3还有其他的可能动词这些的都可以一个个看来看我相关视频去了解 动词的话它有分成三类动词 为什么要分成三类动词 因为它的变化方式不同 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强调用言要守中字的分类在谈变化 就是这个道理 字的分类有哪三类呢 我们先来看 一个是第一类动词 第二类动词跟第三类动词 那我这边会讲的比较快一点来带号也不会去写 那各位如果要知道的话请您去看我上面跟你讲的日简五级 文法过关密集 还有日文动词变化的各个相关视频 那很快的讲一下动词的三个最主要的字型是哪三个 第一个五段动词 一个汉字加上一个假名 假名其实留在哪里 对不对 中间那一段 五段的字 那变化呢就是用五段的字去变 变什么 那有人会觉得很奇怪 七个怎么会六个变化呢 很简单第一变化的话就是什么 否定用阿段来加 那欧段的话提上来跟第一变化的否定并在一起变成什么 一个意量一个猜测未来的意思 那当然我也非常欢迎各位 购买我的N5过关密集来翻阅 那我N5过关密集当中有很多的问题集 供各位可以去做练习 而且关于特殊力我写得非常的清楚 那请各位说可以的话 可以买一本书 好 看一看 那我们先讲一下第二类动词 那第二类动词呢 有个动词最大的字型的特殊力 第一个非常大的门槛 很多人在这里就摔了一大跤 它就是所谓的鱼干鱼尾分不清 这个字呢 就是它自己是五段动词的字 但是呢 它不照阿一乌尾尔欧来变 它必须照上下一段动词的变化 那我们先讲一下上下一段动词 它的字体 上下一段动词的话 它就是一个汉字加上两个假名 注意五段动词是一个汉字加上了一个假名 上下一段是一个汉字加上两个假名 那如何分辨它是上一段跟下一段呢 最后一个字也都是乌 那你要辨别它是上一段还是下一段 你就要看什么 看乌的上边也是倒数第二个假名 汉字连下来的那个假名 它是一段还是A段 上一段动词就是汉字的下方 还有字尾的乌的上方那个假名 它是乌的上一段也就是一段的一 就是用这样来分别上一段动词 就是用这样来分别上一段动词 就是用这个去判别 就是上一段动词 而下一段动词就是他汉字下方 假名上方也就是倒数第二个假名 它是A段音 AKSE TE NE HME ALE A的任何的字 也就是说乌段下面A段的字 那它就是下一段动词 就是用这样来分别上下一段动词 这样大家清楚吗 但是上下一段与干与尾分不清当中就有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还不乏是常用字 你在五集当中就会遇到四个字 在上一段也遇到两个字 哪两个字呢 一个是居住的居留 好 居住的居留 还有什么 看电视 TV有这个居留 是不是 五集就会遇到 下一段有两个 10点睡觉 寝る 还有什么 出る 居住 出る 出ます 这个字 这个都是什么 与干与尾分不清 因为你看 居留 是不是 居留 一个汉字一个假名 見る 看见的见 见乌 一个汉字一个假名 寝る 请 请聚的请 请乌 一个汉字加上一个假名 出る 出去的出 出入 从哪个地方出去 拿出去的出 出入 出入 一个汉字加上一个假名 但是他们不约而同的没有把他们四伟的入转成入来加上masmasen 而是直接去 出入来加masmasen 像说 出变成什么 います いません 見る变成 みます みません 寝る变成 寝ます 寝ません 还有出入变成什么 出ます 出ません 好 这个就是语干 语尾分 不清 这个在我2017年5月7日日节文法过关密集 以及5月28日我有特地为特殊例制作一个世金袋 也就是特殊理与关与尾分不清 各位可以进去看 我们这边就不赘述了 我现在先给各位进入否定性 先给各位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是我请各位先去打底的 所看的视频 这个我会放在我们视频的下定的地方 请你们看 可以自己把那个点开 点开 然后自己去看 我请你们看哪几个视频 请你们自己再回去复习一下 那动词变化的话 它否定是有五个形态 最基本的 包括在动词变化表就是这个耐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另外还有哪几种呢 一个是子 一个是弩 一个是麦 一个是哪 这几个全部加在字尾 都是代表什么 都是代表否定 后边的这四个都是延伸的 延伸的 延伸的会收入在四级 文法过关密集 所以说如果有买文法过关密集的读者 请你直接去听12MP3 就可以听到所有的内容 好 今天先说明跟给大家试听 N4过关密集当中 MP3当中所收入的否定型 它最基本型的讲解 也就是V1加耐代表不做什么 没什么 别做什么事情 它各类动词都是以V1来接续 也就是第一个来接续 其实这个V1说穿的就是指五段动词 像这个Kaku 它是血对不对 但是它如果要加耐 它必须用什么 Kaku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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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的上下一段动词 就轻松愉快很多 如果直接去掉加耐就好了 我们看这边是不是清一色都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把耐很明显的加红字 画下来的话 大家就很清楚 其中有两个很奇怪 一个汉字加上一个假名 一个汉字加上一个假名 可是它就是直接去掉来加耐 它不讲 而说 不说 说什么 就是什么我们所说的特殊字 也就是什么 与概与尾分不清 在哪一段 在上下一段 在上下一段 那这样看就很清楚了 那沙变跟咖变 顾名思义 变革就是什么 与概与也变 与尾也变 没有照一定变化 那怎么办呢 贝贝贝贝多分 沙变的话 就是用吸 Masu 去Masu 然后来加耐 好 那遇到Kimasu 的话就用什么 Ko Kakiteko 再加上什么9就对了 Ko这个音来加9就对了 代表说不来没来的意思 好 那底下呢 我们有一些例句 那我就放我们的音带 让大家做个参考 谢谢各位 好我们之前有讲过它基本的句型 我们现在来一一的就第一变化来讲它的一些相关的句型跟延伸的句型 第一个我们先讲到否定的形态 我们刚刚在前边出浅论的时候我们有说过否定它有五种表现形态 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最标准型的加9的形态 好就是代表不怎么样没怎么样 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而且它属于说动词的基本变化 那我们就不赘述 底下我们有举五个例句 我们就把它念过去 好 例一 不写信 二 もう十时ですよ まだ起来的吗 都十点了 怎么还不起床 三 大事なものだから 看不着 这是重要物品 请别看 四 这是为客人准备的 准备的糕饼请别吃 五 试验用紙要出现的人 请回座位 以焦俊的人请回座位 还有请别出教室 好这就是一个耐的用 好以上请多指教 底下我们还会陆续的 以电语来说否定的其他的延伸形态 譬如字还有怒的形态 谢谢各位